今天從京都回來 就是1月1號開始 可能幾天吧 或是一週的時間 就是日本這裡都會有出那種福袋 然後我這次也在京都買了一個福袋 登登 我真的每次都是登登 這個福袋是一個日東堂 一個京都的一個很有名的文具點出的 京都到回到大阪 也經歷一天的時間 所以它有一點快破了 我就覺得那 就先來看一下吧 來看看裡面有什麼 它其實有三種福袋 然後我選的是B款的福袋 首先第一個這個是 一個文件夾 它這裡是很多L型夾 然後你可以把你的L型夾 夾在這裡面 然後就可以有很多L型夾 然後收納很多的文件 讚! 下一個看一下還有什麼 下一個這個是一個杯子 Q頭的杯子 它其實還賣了滿多咖啡的器具的 然後這是一個京都的杯子 還滿好看的 就是很經典款的一個樣子 然後簡簡單單的 然後還有一個他們上面的地址 我覺得還滿有紀念意義的 好看! 這是什麼啊? 一個那種紙膠袋 還滿漂亮的 還有一個這個 應該是一個什麼 這是絲綢的布 喔!我看到 京都 京都很多地方都有賣這種 就是長長的掛的布 然後有一些人他會 把它用 就是像框 把它框起來 然後我這個上面的是 喔!是有 鯉魚的 錦鯉的 所以是祈求好運的 還滿簡單 也滿好看 然後浴衣也滿好的 下一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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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滾衣服的 就是它上面是那種 像什麼 有黏性的紙 然後你就是拿這個來滾衣服 因為你很容易 冬天很容易沾毛 不過這件衣服就是 沾了超級多羽絨服的毛 超級需要一個這個 這個還滿好的 大一個 然後它是一整組的 東西 它有一個 0.5的筆 它有一個這個 半透明的 那種變遷 還有三個 半透明的變遷 還有 原型的小記號貼紙 這也很好看耶 三個顏色的原型小記號貼紙 還有 這個是什麼 喔 它這裡還有一個這個 鋸齒 看到嗎 鋸齒 就是你 有點像膠帶的那種用法 它就是一個雙面膠 好的 它就是一個 有 自帶鋸齒的 雙面膠 寫的很厲害 什麼就是可以貼在各種材質上面啊 什麼的 結果 嗯 就是一個雙面膠 繼續 還有這個是 另外三種顏色的變遷紙 剛剛是什麼顏色 半透明的 這個是有顏色的 好 還有什麼呢 還有大一點的半透明變遷紙 有兩個尺寸 這個 這個是這樣子的 然後這個是比較寬一點 下一個 就是你可以在上面寫一些什麼 這樣子 你可以在上面寫一些字 就是 可能 嗯 我現在目前想到 可能可以當作座位提 就是什麼 這個是誰的座位啊 這種 可以用這個 好的 好了 這就是這一次 日冬堂 的開箱 結束 掰